金刚狼的狼爪到底有多锋利 面对半米后的钢板它都能很轻松切开 相信狼叔要是使出权力一击 估计能把每对的盾牌都给刺穿 作为X战警中人气最高的变种人 狼叔不仅有着超强的自愈能力 还有着它标志性的爱德曼合金狼爪 爱德曼金属作为X战警宇宙中地球最硬金属 它有着非常强大的穿透力 而震惊则恰恰相反 它有着非常强大的防御吸收力 这正是每对盾牌牛掰的关键所在 在复联2里 每对盾牌能接住雷神之锤的权力一击 也是展示了震惊超强的抗冲击能力 但如果用穿透力极强的爱德曼合金狼爪 是不是可以刺穿每对的盾牌呢 在漫画里盾牌还真就被狼叔的狼爪给刺穿过 如果说狼爪是金刚狼的常规武器 那么它超强的自愈能力就是它的核武器 简直不要太无敌 原子弹都快将它烧成焦炭了 狼叔还能瞬间就恢复原样 在X战警3里 狼叔更是将自愈能力展现到了极致 面对暴走状态下的凤凰女 任何在他周围的人霍物都会被化成灰 这种情况就算死事来了也会变成灰 也就只有金刚狼能应对这种情况 因为它的自愈速度超过了凤凰女 破坏人体组织的速度 不得不说狼叔的战力在X战警里 真是独一档的存在